树架尖机器挂带升空 在空中完成编组 以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 向海上靶场快速抵进 进入靶场空域 飞行员根据天气情况和指挥员口令建立攻击航线 对海上目标实施水平轰炸 这是我改装本机型以来 首次参加海地靶实弹射击训练 由于海面雾气浓 风浪大 目视距离受限 把镖不易被识别 因此我在创建最佳攻击航线 完成俯冲 瞄准 攻击 脱离等动作时 还是比较困难的 训练进入怀热化 新一轮海上目标打击命令下达 飞行员操控战机迅速转向新的攻击航线 对目标进行俯冲航舰射击 战机随后加力爬升 利用高空云层摆脱敌追击 在这种紧贴实战的训练环境中 不仅锤炼了飞行员对海地面目标突击能力 而且锻炼了指挥效能 下一步 我们将开展针对性捕插训练 巩固提升新改装飞行员理论基础和基战术水平 尽早培育他们成为成熟的战斗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